收到台湾包种茶的发源地 就在台北市的南港戏纸一带 拥有百年的产茶历史 第四代茶农蔡旭志 把智慧科技导入自家的百年茶园 该以有机的方式栽种 泡出来的茶色泽透亮入口回甘 曾在2021年戏纸包种茶比赛中 勇夺特等奖 此外他还把茶叶入菜 做成一道道茶叶创意料理 吸引更多民众走进茶园 认识在地的包种茶香 走进新北戏纸这间茶庄 中午用餐时间客人络绎不绝 通通都是为了茶的创意料理 不迷而来 这个采茶饭它的好吃就是 它虽然有油但是不密 它这个有额奖的采茶饭 所以有点特别就是 一吃就难忘的采茶饭 曾在卤肉饭节获得好吃认证 背后的综厚灾是正在厨房 忙进忙出的身影 第四代茶农菜食制 采茶饭是以前我们在要去茶山 带给阿姨采茶的时候 她所需要的一个午餐 然后以前来讲其实在乡下人家 在传统的一个社会里面 其实是变成说你们今天来我们家采茶 就要看说中午吃的怎么样 所以我们会去找一些卤肉卤蛋 让她觉得说我们很丰盛 因为我们很丰盛 所以下次我们再找他们采茶的时候 他们会优先选择我们 北寿市中的黄金比例 加上煮到入味的豆干和卤蛋 原本要巴结采茶阿姨的料理 变成客人可以回顾采茶人辛苦的美味 还有这道茶香柠檬鱼也是费尽巧思 因为大概十几年前 其实泰国料理的一个盛行 所以它变成说比较清爽 比较爽口的一个料理 但是我们就是加入了我们自己 特有的包种茶以后 增加了一个茶叶的香气 少了鱼肉的腥味 绝代之吃到的是满口的茶香 而铁观音味东坡则是用铁观音培茶方式 与东坡肉做料理减少油腻感 搭上自制包种茶小挂包 吃饱喝足再喝一碗茶叶鸡汤 暖胃也暖心 虽然以前自己也爱吃爱煮 可是并没有受过一个正统的训练 所以当我们决定要在家里 从事茶餐跟餐饮业的时候 我们就从有去考中餐的丙级 然后也很荣幸的有考到中餐的丙级 然后在这个部分有学习到很多正统的一个料理方式 然后我们才将这些料理方式 运用在我们的一个茶叶的一个料理研发 其得一手好菜菜市制背后的初心 是想要透过这些创意茶料理 让更多人知道 其实坐落在南港细止的大坑茶山也有好茶 所在的位置是细子大坑地区 其实就是一个包种茶的一个发源地这样子 然后我们这片茶园已经大概已经有四代的一个历史了 对 当然中间会有不断的翻修 最早以前其实家里用的就是比较是友善的栽培 我们的农药的用量就很少 后来我们接触再复更一次的时候 我们就是采取用有机栽培的方式 对 因为我们的产量没那么大 然后我们又希望说有做出一个特色出来 所以我们就走有机栽培 从父母亲手中结下百年历史茶园 才是制搭上有机蜂巢改种有机茶 更导入现代科技打造智慧茶园 搭配微气象在一些科技上面的运用 来帮助我们做一个茶园管理的动作 然后我们也有结合物联网 然后做自动灌溉 然后也有监测系统来记录茶树的一些生长情况 对 然后这一些也是提供给消费者 有一个依据 有个事实的一个依据说 他可以看得到 很清楚地看得到我们的一个茶园的一个生长情况 然后进而来带动一个 对于我们产品的一个信心 消费者能直接上网 看到茶叶生长种植情况 而对于茶农来说更能有效应对近几年剧烈的气候变迁 同时也大大提升了茶园产能 产量其实借由这样的一个管控方式提升大概可以达到三成左右 对 因为变成说它在发芽点的时候是它最需要水的时候 对 然后我们掌握它一个发芽的一个成长情况的时候 我们在适时的时候供给它水分 所以它的粗芽率就会很高 采茶阿姨在茶园撑起一朵朵散花 人工手采得耗食好几天 这一片有绿绿的茶园栽种的是金萱采茶12号 其中有被小绿岳产咬过的叶子 特别适合制作蜜香红茶 人家说小绿岳产所釘咬过的就是 会老不大 台语会讲就是它会老 但是它不会再大了 它就是这样子而已 对 但是这种茶的茶青的品质来做蜜香红的话 它会转一个就是带有一个蜜香 对 带有一个果香 采摘后的茶精一大袋一大袋扛下山 接着就要静置尾雕 而这一批茶精特需制要来制成 包种茶 虽然现在制茶有冷气的协助 不过依旧得不时观察一下 然后用手摸就是有点像摸起来它是很湿滑 很柔润 所以有些老人家就说像那个婴儿的屁股一样 就跟摸婴儿baby的屁股一样 对 它就是要软化到那样子的一个程度 对 就是摸起来很舒服这样子 对 它如果还有这样子觉得说会这样插插或者说有点硬硬的 其实它就是都还没有做水完成 老经业又摸的就知道 从小看着父母亲制茶辛苦工时长 蔡续智其实曾经一度很想要逃留家乡 其实因为从小的时候也是都要帮忙做茶制茶 而且以前的茶餐又更多 所以其实国中毕业以后 曾经跑去读基隆海市 对 想说跑到海边去就不要再做茶了 对 可是当退伍回来以后 其实看父母亲还是为了这片茶园再努力 然后我们也是觉得说 也不舍这片茶园 祖宗传下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然后就在我们的手上不见 所以才会下定决心说 好 我还是回来接产业好了 刚接手家中产业 因为世代差异 想法不同 两代之间也经历过一段磨合期 茶叶虽然是一个传统的产业 是一个古老的产业 可是它应该有新的科技 或说新的一个制作的过程 或说有一个新的思维来加入 来注入这个产业的一个活水 让它有一个新的一个面貌 所以有时候在跟长辈在 就是在协调这个部分 想法茶做好的菜叙制 用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 每一个制茶细节都不马虎 围叼完的包种茶 接着就来到了让青的步骤 我们之前就是在走水 让水分可以消散掉 对 然后把苦涩水放掉 可是我们借由让青这个动作 在讲它里面的水分去回收 集中起来 就是在这边缩放的中间 去留取它最佳的物质 来保留我们茶叶的那种甘甜味 菜叙制制茶的手艺 都是传承自小时候不爱念书 偏偏对制茶很有兴趣的妈妈 郑淑娥 老婆就是跟我们满茶做茶茶 我对茶茶我就很有兴趣 满茶做茶我就很有兴趣 我就开始就做 那以前我们来做的时候就用叉 用手揉叉 要用手揉叉把玩鱼 也用手揉冰茶 我们的小孩来吃 他做个盒多好 要怎样做得好 亦年头脑更好 他会研究一些 什么 从小跟在妈妈身边耳濡目染 基本功打得扎實 加上後天努力 清除玉蘭更勝玉蘭 炒精後再揉捏 儘快 乾燥 菜家的包種茶才算是大功告成 菜市制對於制茶細節的要求 讓她多次獲獎 也終於讓媽媽能放心叫棒 所以在民國演105年的時候 就有個契機 剛好可以去參加一個雙北市 台北市跟新北市的一個 聯合茶葉競技比賽 也很幸運的就是得到了 那個制茶的一個冠軍 當然我也很高興啊 不過我先也不敢啊 她很辛苦 還要拿刷 還要做餐廳 但是她很欠 我說我炸茶 炸到我是八丁第一名 她就在上面 她就很多 菜也好 去比賽也好 她在上面也就很多 要兼顧茶園跟餐廳 確實相當辛苦 但會想要讓菜市制持續堅持下去的原因 是因為透過創意茶料理 把民眾吸引進來茶餐 就有更多機會推廣 在地好茶 從美食進而認識產地 我們之所以會 再成立一個茶餐廳的部分 就是說 大家相約來吃飯 總比來相約喝茶來得快 所以我們藉由吃飯吃茶餐這個過程 然後來吸引很多的客人 很多新的客人進來 吃了品嘗茶葉的料理以後 對我們的茶葉料理有信心 然後進而來品嘗我們所製作的茶葉 不管是泡起來 宛如玫瑰色澤般的蜜香紅茶或是滋味滑炫 富含韻味的包種茶 通通都是菜市制的心血 能保留傳統銜接年輕世代 是菜市制最大的心願 也是肩頭上的重任 有時候像我們這樣子辛苦這幾天下來 然後我們做出來茶葉 得到客人的認同 也得到了客人的支持 對 其實讓他們了解到說 我們今天茶葉的一個文化傳承 對 但是希望也是說 我們能怎麼樣將我們這個大坑茶葉 這個百年的一個文化傳承 能傳承下去 也讓更多的人知道說 其實汐止是有茶葉的 想做的還有很多未來他還規劃 建造觀光工廠 透過產地 製成以及美味的茶餐 讓來自汐止大坑山的茶 持續富安的光大 都看到這裡了 小畢一定很喜歡我們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凱淳 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囉 Cmi7 亦之 Cab Cmi7 Cmi7 Cmi7